有一种说法 如果想早点提特斯拉 要订黑类黑外标准龙骨 任何配置都不佳的盖板 真像果真如此吗 当然不是 特斯拉是按照订单序列排产的 你订什么颜色的车漆 什么风格的类似 多大的龙骨 其实并不会对提车早晚有多大影响 特斯拉会根据订单的序列 向供应商播报 供应商的零件 直接通过道口连接到生产线 是我们的物流道口 每一辆客户下的订单 会涉及到零件的排序 现在车间在过的是 红黑红物流会根据它的制造序列 去向所有的排序供应商去做播报 所以它供的零部件也是 红色黑色红色黑色排列好的 所以它是从供应商 直接到县边的最短的部件 我们甚至不会在仓库 去存任何的库存 所以我们是追求一个零库存的机制 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的布局 让车辆无需按照车身颜色分批生产 它们可以同时出现在生产线上 特斯拉工厂的极佳定律 也使得每一辆车的生产成本更低 生产效率更高 了解了特斯拉工厂的生产方式后 尽情地选择你喜欢的颜色和类似吧 关注我一起聊聊新能源器材的设计与体验